《一路好戲》 歡迎大家收看《一路好戲》 曾志偉先生曾經說過 電影可以分兩種 一種是被人發夢 另一種是被人代入其中 今天介紹的這套電影 就是關於這五個韓國大男孩的夢 韓國男子天團BIG BANG 自從去年推出了大點MATE之後 大家都很期待五位成員的未來去向 各位粉絲不用急著 因為MATE的紀錄片電影 遲些會在香港上話 設計隊340天貼身跟拍 由演唱會籌備到排練到正式上場 在台上大家可能被BANG的魅力吸引 但台下五個男孩率直純真 打打鬧鬧的生活點滴同樣感人 電影更加有從未曝光過的訪問 和成員否白續約後的心情 非常難得 謝謝大家 啊! 現在就這樣 經常說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 當你們在台下面為他們的歌舞而著迷的時候 不妨看看這一套紀錄片 感受一下他們背後的努力 在未有聲音配合的年代 很多演員都是用動作去表達 但現在的電影、電視 已經全面配上了音樂、音效等等的技術 雖然不少電影都用上ADR 即是後期配音的方式 去為電影錄音 但過程都相當辛苦的 要完全跟到嘴型 你猜這麼容易嗎? 所以收音師在現場拍攝 其實是相當重要的位置 謝謝 所以說收音師其實是相當重要的位置 除了在現場拍攝 同步收錄聲音、對白之外 在拍攝以外更加要收錄環境聲 大家可以聽到最舒服、最靚 最清楚的聲音 都是經過收音師專業的判斷 下一集繼續和大家一露好戲